我覺得要澄清就是 並沒有欠薪這個事 因為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有很多違反對內規定的 我覺得沒有一個贏家 就變成球隊形象也受損 然後變成有理說不清 那球員本身也在退役階段 沒有一個很好的舞台 可以讓他退休